再来关心是去年东亚运上做出争议判决台籍裁判郑大为 被我国台协停权教练了三年 而日前他有好友郑春琪陪同 要求台协撤销处分 而今两个人又到了世界台权道联盟座谈会上去申诉 但是这个韩裔美籍的世台谋秘书长 根本不愿意回应郑大为被处分的事情 而且还拒绝跟郑春琪对话 场面有点尴尬 郑大为带着好友郑春琪想找世台谋秘书长 但要找的人还在楼下喝咖啡 两人只好转站大厅 郑大为和韩裔美籍的世台谋秘书长梁正席先打招呼 但一旁的郑春琪却是迫不及待的 忙着为好友讨公道 就算郑大为在香港失职 也是WTA的人 台湾有什么资格陈属他 梁正席给吃了闭门羹 场面顿时尴尬 到底世台谋对我国台协停拳郑大为教练资格有何立场 搞了半天讨公道的没得到支持 一旁助阵的心里更急了 就算误判也是比赛中的一部分 那么世界跆拳道协会在这个地方是不能没有立场 他是希望说能够尽量低调一点 去年底郑大为在东亚运上的争议判决和言论 让中华台协对他处分教练停拳 事实上两天前郑大为还由郑春琪陪同到立院讨公道 这回再向世台谋球员却吃了软钉子 烫手山芋般的问题恐怕短期内不会有答案 女士新闻长 刘一琪台北辈报道